还有一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为了让民众感受中秋气息 柔佛麻婆华清团昨天晚上特别举办中秋语言游会 色彩斑斓的灯笼高挂在活动现场每一个角落 加上大人小孩笑声不断到处温馨洋溢 五彩的灯笼 孩子们点着蜡烛 一丝丝的烛光闪烁 中秋节就快到来了 趁着马来西亚日廉价 麻婆31个华清团体 昨晚特别举办中秋语言游会 吸引上千民众参与 行动党巴基里区国会议员杨美银也到场 和民众提早共庆中秋佳节 所有的麻婆不管是工会啊什么 所有的青年年轻人都会记在这里 因为我们很多的那个活动 还有文艺表演 都是会选择比较年轻一代 所喜欢的歌舞表演之类的 所以他们都会积极在这里 就好像你看我们每一年举办都会过万 过万的播种会出席 我们的对象都是年轻人 年轻年轻一代 也让他们能了解 就是所谓的中华文化中秋节 主办方特别在活动现场的各个角落 挂上五彩缤纷的灯笼 还有六米高的大宫灯 绚丽夺目的灯笼树 格外赏心悦目 传统中秋庆典 怎么少得了传承千年的猜灯谜呢 这里就有彩虹灯笼走廊 两旁挂满密密麻麻的灯笼 一道谜题就挂在灯笼下随风飘摇 等待民众一一破解 主办方还精心安排了24节令鼓 以及舞师表演助兴 敬显华人传统文化 现场还有各种美食摊位 让一家大小一饱口福 璀璨烟花在空中绽放 原本漆黑的夜空 染上五色彩光 老中青三代人的掌声和笑声不断 团圆的温馨和喜悦弥漫 为中秋原游会画下完美据典 八度空间张俊杰柔佛马坡报导